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采取的是一种乐观艳势的态度 虽然艳势 但却很积极的寻求解脱 六道轮回的世界令人生艳 彼岸世界才是光明乐土 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一讲我们就来剖析 这句你熟的不能再熟的话 第一小节 在永生之中求死不得 修习佛学的目标是什么 这个问题表面上很简单 毕竟古往今来那么多人修习佛法 一定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但如果你叫一下枝 在他们当中找一些人请教 你会发现答案五花八门 莫中一世 不但普通百姓各有各的理解 就连高僧们的说法也很不一致 其实追本溯源的话 佛陀当初创教 仅仅是为了解决一个 很具体的人生问题 所以这一讲 我们要解决下面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 佛陀想要解决的 这个很具体的人生问题 到底是怎样一个问题 第二个 为什么一个简单的问题 越变越模糊 忘记初心的人越来越多 理解了乐观厌世这四个字 这两个问题就都有答案了 现在先让我们介绍上一讲的内容 上一讲讲到敏度创立心无意 这套理论的要领就是教人不执着 凡是采取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 我相信很多人听完之后打吃一惊 因为今天很多佛学读物 高僧讲座 还有佛教版的心灵鸡汤 讲的不都是这套道理吗 听上去是不是相当佛系 这套道理拿到今天来看 确实很有市场 比儒家那种只讲原则 不计成败的人生观 更加贴合人心 但你可以先问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 佛陀当年 好歹也是一位王子 他抛弃了身份地位和父母妻儿 到各种宗教和学派里边 学习修炼 又到深山老林里 去过苦行生活 差一点饿死 最后终于在菩提树下 赌明星而悟道 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难道就悟出了这么一点 为人处事的小道理吗 退一步说 就算他真的只悟出了这点道理 那么当我们跟着敏都大师 掌握了这个道理之后 我们会有什么脱胎换骨的变化吗 我们可以成为罗汉和菩萨吗 我们可以成佛吗 如果不是为了成佛 我们到底要从佛家那里获得什么 上一讲的内容 还有一个细节 很值得我们关注 那就是主法太和会员两位高僧 为了消灭心无意 这种异端邪说 竟然摆出那么大的阵仗 半点也没有我们心目当中 云淡风轻的高僧风范 半点都不佛系 这又是为什么呢 好 让我们也来较真一下 如果我们学了心无意 到底会怎么样 我们是为了少生气 少纠结 调整心态 让生活看上去更美好吗 如果真的怀着这个目的 那就完全没有学佛的必要 因为佛陀最想告诉你的是 生活其实一点都不好 完全不值得留恋 是的 在佛学千千万万的道理当中 这是最基本的一条 这就叫苦海无边 也就是我说的乐观厌世的那个厌世 假如你接受了这个道理 你一定会想到 只要自杀 不就能轻松的解决问题了 一了百了 为什么还要辛辛苦苦去学佛呢 答案是自杀毫无意义 因为生命的本质是六道轮回 当你一个人的身份自杀之后 你也许会转生为猪 也许会转生为恶鬼 反正还会换一种形式继续活着 永远也不能真正的死掉 永生竟然是一种事实 对任何人都不例外 唯一的坏处是 永生并不意味着 先浮永响 寿雨天起 而是意味着苦海无边 每个人都像希腊神话里的 西西福那样 日复一日的承受折磨 永远也没有尽头 这是客观规律 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你当然想摆脱这种生活 想从六道轮回当中跳脱出来 于是佛陀告诉你 跟我学吧 我找到了方法 所以才有那句回头是案 好 第二小节 苦海和彼岸 佛陀到底找到了什么办法 我们后面再谈 现在你只要明白 佛教修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来简单梳理一下 首先 你要相信人生就是受苦 即便有短暂的快乐 也只是为了让你在快乐消散的时候 承受更大的痛苦 所以人生不值得活 接下来 当你认识到人生不值得活的之后 你会发现 因为六道轮回的缘故 就算是死 也没办法摆脱生命之苦 所以 要想真正摆脱生命之苦 就必须摆脱六道轮回 换言之 就是要从六道轮回当中跳出来 在佛家概念里 六道轮回的世界叫做此案或者苦海 六道轮回之外的世界 叫做彼岸 所谓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意思是说六道轮回会让你永远活受罪 每一次死亡都是另一次活受罪的开始 你永远不可能一了百了的真正死掉 也不可能把活受罪变成活着相符 你必须凡然醒目 砍破这层道理 不再把流血流汗的努力 白白耗费在苦海当中的无谓挣扎里 而要集中全部心力摆脱六道轮回 这样的话 你才有机会 离苦得乐 到达幸福的彼岸 好 第三小节 如何乐观的验尸 我们读佛经 很容易被各种高深的名词概念 和莫名其妙的表达方式吓到 其实就在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这最简单的 所有人都耳熟能详的八个字里 就蕴含着佛学最底层的逻辑 但偏偏是这个最底层的逻辑 很多学佛的人都搞不清楚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和中国的思想传统太不合白 首先把生活看成苦海 把活着看成活受罪 这在佛陀时代的印度 非但并不罕见 就连追求彻底死亡的宗教修行 也早就有了 但这在中国人看起来 实在是一种很消极的生活态度 无法接受 是的 如果这种观点成立的话 儒家最推崇的孝道 就土崩瓦解了 因为父母就不再是子女的恩人 一切生身之恩和养育之恩 都无从谈起 生儿育女 非但不是施恩 反而等于造孽 佛陀本身就是不孝的坏典型 完全没有家庭责任感 所以儒家抨击佛教 不孝就是最常用的口诗 而中国的佛教徒为自家辩解 也总是会特别强调 佛陀悟道之后 会来度化家人 所以这不是不孝 而是大孝 套用老子 打因牺牲 打向无形的逻辑 大孝 就是会表现出 不孝的假相 这样的辩解 其实有点强词夺理 是拿结果来证明原因 儒家会搬出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 说佛陀一开始 根本就不该离家去修行 更别提修行的成果 居然是悟出了一整套厌世思想 所以佛陀如果在有生之年 能来中国传道 未必能收到几个信徒 因为他讲的东西 实在和中国人的生活传统 隔阂太大 印度人之所以容易接受 是因为以上内容 并不超出他们的常识 是的 六道轮回 不是佛教发明出来的新奇理论 而是佛陀时代的印度人 普遍相信的客观事实 那些印度人的苦难 也确实比中国人更沉重 佛陀的真正的创建 是划了一条路径 来合理解释出 六道轮回的成因 而找到了成因 也就找到了正解 找到了正解 也就可以对正下药 给人们指出一条 跳出轮回的光明大道 好 让我来最后复习一下 这一讲 谈到今天佛学 看待世界的基本态度 重点有以下三个 第一个 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这句话里面包含着 佛学最底层的逻辑 佛陀既不想帮你过好人生 也不会保佑你身关发财 生活的一切都是痛苦的 只有通过修行 跳出轮回 才可以离苦得乐 第二 这个很简单的道理 后来被五花八门的教派 和层出不穷的佛经 彻底模糊掉了 以至于佛教虽然流传很广 但最核心的目的 反而让人看不清了 第三 从心无意的来龙去脉 可以看得出 这样一种被后来发明出来 跟原始佛学 背道而驰的理论 竟然也可以大行其道 开宗立派 可见 用历史学方法 梳理脉络 是一件何等重要的事情 好 既然这里说到佛学正宗 很值得讲一个小知识点 今天我们常用的正宗这个词 就是从佛教来的 它的词源是宗门 佛教各派原本通称宗门 后来禅宗刻意垄断这个称呼 自称宗门 把其他派系称为教门 但是现代汉语里的宗教 并不是从宗门和教门合成而来的 而是在日本的明治年间 有佛教徒用古汉语里的宗教来对异英文的religion 这才是现代汉语里 这才是现代汉语里宗教译词的来源 这讲结束 我也请你想一想 就你今天知道的各种佛学的观点 哪些接近佛学正宗 又有哪些是心无意的那一档呢 下一讲 我们来谈一谈佛学大厦的理论基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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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訟调